你有一双美的翅膀 在寒风中 觉得这个可能是对孩子最好的选择吧 因为也不想让他就是因为这么来这么一趟 以后让别人提起他来就是 哎 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他如果说能多救上几个人 多挽救几个家庭 我觉得孩子没白来过 能直接地去告诉孩子 是通过就是给他讲故事的方式 然后问他愿不愿意帮助别人 他说想了想当然愿意的 他听话 太听话了 太懂事了 偷妙 这个孩子也偷妙 说话吧 他不讲葡萄人 葡萄人 说是葡萄人 说是男儿化 他就说是 说是车子 说的就那么听得那么顺心 专专线的那个器官耗资物料 通过咱们那个 学习国的那个器官分配系统 分配到相应的一些病人那边去了 当然专专的已经手术已经做完了 本科典 感谢观看